5月14号 美方发布对华加征301关税四年期复审结果 宣布 在原有对华301关税基础上 进一步提高对自华进口的电动汽车 锂电池 光伏电池 关键矿产 半导体 以及钢铝 港口起重机 个人防护装备等产品的加征关税 对此 中国商务部表示 中方坚决反对并严正交涉 美方出于国内政治考虑滥用301关税复审程序 进一步提高部分对华产品加征的301关税 违背了拜登总统不寻求打压遏制中国发展 不寻求与中国脱钩锻炼的承诺 也不符合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精神 这将严重影响双边合作氛围 美方应立即纠正错误做法 取消对华加征关税措施 中方将采取坚决措施 捍卫自身权益 昨天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记者会 汪文斌表示 中方一贯反对违反世贸规则单方面加征关税 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维护自身正当权益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负责人对总台记者表示 美方的这一举动属于典型的贸易保护主义 美国要对中国新能源汽车 电动车加征关税 这是一个典型的贸易保护主义 贸易保护主义只能是伤害行业 伤害企业 对全球汽车行业的健康发展 向电动化转型都是非常不利的 专达指出 汽车行业是一个全球化非常充分的行业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 都为各国的经济 技术 市场发展 带来了巨大的驱动力 贸易保护主义绝不应该成为新能源汽车行业的主题 需要全球视野和开放心态来推动其健康发展 应该用一种积极的态度来进行应对 而不是像现在美国单方面说要通过加征关税来隔离 这个本来就是全球化的发展的这样一个汽车产业 加征的关税只能伤害双方的企业 也伤害双方的消费者 这一个良性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势头蒙上阴影 不仅是中方回应海外多方人士 也普遍表达了对汽车产业自由贸易的呼声 马沙拉蒂姆公司斯泰兰蒂斯集团CEO唐维什表示 他不要求任何形式的保护 也不认为增加关税能保护他的公司 全球贸易是公平竞争的方式 我们也相信当前世界的分裂是一件坏事 我们支持全球贸易自由化 此外 多家老牌跨国车企 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也纷纷表示 汽车产业应该有公平自由的贸易环境 自由贸易重要 我们倡导让市场自由发展 并保持自由开放的贸易 维持公平竞争的环境 我们支持公平自由的全球贸易 我并不认为保护主义是正确的解决方式 我们应该为市场中的所有参与者 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不少汽车工业的海外人士同时表示 美方出于国内政治考虑 滥用301关税复审程序 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 是典型的政治操弄 高关税和贸易壁垒 真的能保护美国汽车业吗 换个角度看 美国钢铁行业就是前车之介 早在2017年 美国对华不锈钢产品实施双反 当时中国钢铁对美出口量无足轻重 美国钢铁业的癥结 不在于所谓不公平竞争 也不在于缺乏足够保护 而在于其自始多年垄断地位 不注重依靠技术进步提高生产效率 美国钢铁业真正需要的是以开放促改革 而贸易保护只会增强企业惰性 果然去年年底 曾为纽约帝国大厦提供钢材的巨头企业 美国钢铁公司同意接受日本企业收购 如今看来 保护主义究竟是保护了美国钢铁业 还是化为了政治泡沫 专家指出 美国的钢铁业今天可能就是美国汽车业的明天